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软明明 我是硬邦邦 硬邦邦很久没有来跟大家见面了 是啊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些变化呢 没错是有一些变化 就是变帅了变聪明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今天呢就是众人所期待的软硬 通吃 今天呢我们呢是试吃什么呢 我们今天不是吃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就试吃什么 亚米网 我们从亚米网上买的很多小零食 这项应该我猜是零食物语寄过来的东西 为什么从屁股开始吃啊 快从头开始吃吧 全是味冻 感觉自己很富有啊 我们要试吃的是摩鱼爽 摩鱼爽香辣味的 它里面打开还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小包 垃圾在这 我们就在这里 快吃吧 试吃啦 我等你一下好了 嗯 它的味道有一点点 yes 闻起来就是那种味精 味精有点多的那种辣味 味精是这个味道吗 挺好吃的 嗯 好吃吗 控制 嗯 嗯 嗯 你要给他们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摩鱼爽啊 不是这个东西 八爪鱼是不是啊 摩鱼啊 没有我说这个东西 这是摩鱼啊 摩鱼是什么 八爪鱼吗 你看这不是八爪鱼吗 这不是八爪鱼 这是摩鱼 什么罐头鱼啊 真的是 我怎么觉得我那么吃猫粮 给你 那上面真的是八爪鱼 你看 我说真的不是八爪鱼 我们一直长这样子 就箱子巾 没东西 没东西可拆了 你们全都是摩鱼爽 打开下一个了 这就是大道 连屏幕都给盖过去的 箱子 小心 小心 他会给你这种东西 就是防震嘛 防搞坏了 怎么又是一大堆味罗 现在是青嘴烧 然后还有这样子的青嘴烧 这也是魏龙的 叫做拉面丸子 你看像魏龙真的什么都说错 这个是别料的 他应该像这样子的 还有魏龙的青嘴豆皮 陕西良比 还有魏龙的鱼豆腐 吃好了 从青嘴烧吧 这应该都是小袋子的 这样子里面就散装了 我之前买给你的那个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超好吃 他好像没带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的这个是川香风味 你的那个呢 麻辣鸡味 卖辣鸡 我妈妈对这些东西做过一个评价 就是味精味太重 来吃一下鱼豆腐吧 卫龙太厉害了 会不会上市了 有可能的 鱼豆腐发放 真棒 你看这上面的口罩叫 只选鲜海鱼 只要润豆腐 嫩 嫩 嫩 它是这样子黄色的 麻辣味我的是 你的是香辣味 感觉不辣啊 一点味道都没有啊 很普普啦很普普 要拌拌 你的一壶 你的一壶 多半是完蛋的 小一个 对 螺丝粉 两包 这个牌子的我非常喜欢 叫什么柳全吗 柳全的很好吃 那个腹皮的面积很大很好吃 但是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粉要煮很久 然后另外我还喜欢吃的是好欢螺的 紫色包也很好吃啊 黄色包它有螺肉 所以就如果你喜欢吃裸肉就可以买黄色包 这是柳圈的加大包装 里面的粉是加多了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人士 这样子的人的话就会很适合 哇 买了一个 这个超好吃 然后这个整一包 有300卡路里 如果你喜欢吃辣味的薯片 这个我觉得你肯定会喜欢 最近邦邦在一起输出薯片是最亏的 因为它一直可以塞4到5片 这高效嘛 就等于你看 就等于我吃一片的时候 它已经吃到4到5片了 所以卡路里全都在它身上 不在我身上 高效摄取卡路里 这个已经爆炸了 这个也是魔芋爽 跟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香辣味 这个是酸辣味 有朋友说酸辣味 没有香辣味好吃 你要给这个正面给人家看 没有 这个正面 看到吧 大鲨鱼 哇 这个泡椒味 这个是 这闻起来很有食欲 这挺好吃的 这个比那个辣 这个比香辣的要辣 因为它是泡椒的辣椒 嗯 不错 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喜欢香辣的 哇 这刷油头有点辣 哎呦 OK 这个没吃过呢 清嘴豆皮 这个有可能吃一袋 糟糕 这是一大袋 一个袋子里全是 嗯 好多油啊 咬下去都是油 嗯 真的蛮有油 我觉得不好吃没有味道 它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 嗯 不是有嚼劲 就是豆皮的味道 你要把它做辣了 然后做的全是油 它不入味 红油面皮 刚好我已经吃完了 家里面所有的红油面皮了 这个非常的好吃 它是那种酸酸辣辣的味道 而且这个的皮很有嚼劲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吃有嚼劲的那种面皮的人可以试这个 你看它这个补的耶 它这个就瘪了 对啊 我刚刚就跟你说到那个瘪掉了 那现在来吃别的了 那我们现在来吃拉面丸子 也是喂龙的 好手啊 看到没有 就这么一点点是真的东西 这个还不错耶 非常经典的味道 这是墨西哥垃圾味 垃圾味 这个真的有垃圾味 你知道嚼到后面一点点有垃圾味 这个不错 这垃圾味我给加饭 说明它真的是用垃圾做的 最后一个表情 红辣 红辣 我们试试完了 所有小零食 打分时间 打分 我的门 我的坏 好了 开始 第一位选手 是好欢螺的螺丝粉黄色版本 口感我觉得9分嘛 那回购指数 10分嘛 柳全的螺丝粉 我觉得不相上下 就9分跟10分 吃的好感9分 回购10分 第三位选手来自光友的红油面皮 口感 就是针对于它是面皮 而且又很入味 我可以给9分 那1分是为什么 因为吃完了以后 如果你没有洗碗 整个屋子都是酸酸辣辣的味道 导致你下了一顿你还想要吃它 下下顿你还想要吃它 所以大家吃完它一定要去洗碗 然后回购指数是10分 卫龙拉面丸子 口感 8分都高了 我觉得7分 它只是比普普稍微好一点点而已 所以是7分 没有那么的经验 就是一吃就哇 哇 这种感觉 嗯 那回购指数呢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买它 对我也觉得 因为它毕竟就是 一个是量太少了 你就价格又贵嘛 现在就不高 其实就很普普啊 味道 真的就很普普 清水烧 口感的话我可以给到7分 不不不8分 因为它的确算是辣料中做的很好 而且它很贴心 就它做成小包装 虽然非常的不保护环境 可是呢 它的小包装就比较方便人带出去啊 干嘛 不然或者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对对对 就是回购指数的话 我给9分 因为我的确还是在一直回购这个 磨玉坊的酸辣味 甜 口感吗 嗯 我觉得真的有那种 哇好好吃那种感觉 对我来说它是8 回购指数 我觉得我也我也应该给个90分 是10分的 好的 这个 试一下这个菜品吧 先评口感 9分 我觉得这算薯片比较好吃的 同意 嗯 回购还是挺值得回货的我觉得 那就回购10分 需要一个味道的鱼豆腐 口感6分 不 其实 5分 不 4分 算是我吃鱼豆腐当中最不好吃 对它没有那种嚼劲你知道吗 而且它口味不入味 它不入味了 感觉你光在吃一个煮好的鱼豆腐的感觉 对 对 4分不买了 下一个 斗逼 3分吧 口感 我觉得这个都比那个要好一点啊 就算有味有辣味在里面 算它来的比较晚 可是它那个 那就给它一样的分吧 那个4分嘛对吧 这个5分嘛 5分 也也是不是那么的出彩 越嚼越香 其实这个是 回购指数 我应该不会买了 你呢 我也不会买 喂龙小鱼 喂龙小鱼 嗯 嗯 口感我可以给5分 对差不多 因为它也没什么辣味 然后我回购补违勾了 还好我只买了一袋 机制 就是我下这次单的主要原因 就是 其他都是附带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吃饼面状 最多的是魔鱼爽 口感之处 我觉得 9分 10分 都真的这两个我觉得都很 都非常的好吃 没有呢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二期的 软硬 通吃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节目 希望大家每天开心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 过日子 过日子 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结算 算